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暑红很亮 他谅到即便是犯了错 所有人都会原谅 全香港有哪个女人能穿皮衣比她好看 毫不夸张地说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巨大多数的记忆都与她有关 鼎盛时期和卓润发 张国荣来了一场浅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三人性 成为影坛时尚的绝唱 从影十一年拍片六十部 其中有五部影片 角逐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三度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所有人都觉得 这样一个充满光芒的女明星一定会成为影坛上难以翻阅的大山 但所有的想法也仅仅是我们以为而已 钟淑红成长在一个香港普通家庭 父母从小就对她严加看管 甚至有点像是军事化训练 而周宠红内心的天性一直被压着 甚至不敢有青春期就等待着一个爆发点 还没有等来爆发 她又考入了坦烈亚修女学校 在这里她的天性更是被完全禁锢 终于挨到了毕业 钟淑红像是一直被放逐的小鸟 她太美了 不像是人间的仙女 倒像是从天上飞来的天使 娱乐圈是美女同行证 钟淑红也不例外 好像她是为此而生的 从来都没有演过配角 也不需要抢资源 不得不说 美丽的人在某种情况下确实会更顺利一些 当时钟淑红到底红到什么程度 林青霞的片酬80万 钟淑发片酬70多万 而钟淑红的直接三位数字 当时传言有人要包养她 钟淑红直接回了一句话 包得起吗 长得美也就罢了 更令人嫉妒的是 钟淑红的演艺之路顺风顺水 好得让有些人绝望 当时有句传言 最发发不过钟淑发 最红红不过钟淑红 由此可见一般 关键是钟淑红是一个妥妥的男时收割机 钟淑红有段时间几乎成了钟淑红的运用男主 从胡悦的故事 秋天童话 伴我闯天涯 纵横四海到女人心等电影 成为了影坛最经典的荧幕情侣之一 今天后后一共七次 这是任何一个粉丝都为之疯狂的 几乎一个人独霸钟淑发这么多年 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就连歌坛大神林子祥都对他暗送秋波 每天送花 买早餐去追求他 只可惜狼友情且无意 这段关系最后不了了之 刚出道的时候 被别人说是花瓶 钟淑红就用实力证明 自己既有言又有演技 1987年 宇宙人发主演了鬼新娘 童年凭秋天的童话 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并且荣获了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 1998年 凭半我闯天涯 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谁说美女都是有言无脑 钟淑红的人生实在是太顺利了 几乎没有任何的风浪 出道即是巅峰 没办法 实际上人家还很努力呢 最红的时候大家都叫她红姑 算是对她一个特殊的称呼吧 如果不是在最红的时候 急着永退 钟淑红可能也会像张曼玉那样的实力影后吧 纵横四海里 钟淑红饰演的红豆说 做完这一次我们就收手 找一个太平的地方 过太平的生活 家庭对于钟淑红来说 显得比事业更重要 因为父母早年的严苛教育 让她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作为香港的顶级女神 身边自然不乏追求者 张国荣评价她 钟淑红那种女人实在太亮 就算她做得不够好 有一点点瑕疵 你也会原谅她 刘德华说她是 自己最理想的妻子人选 但钟淑红能分得清戏里戏外 对待感情却是很慎重 与成龙合作时 两人的关系很亲密 钟淑红甚至为成龙当起了专职司机 接送她出入各个片场 成龙还要求导演加一场 她偷看钟淑红洗澡的戏 当年的成龙早已结婚 是有了孩子 因保密工作做得好 并没有人知道 钟淑红自然也不知道 这件事钟淑红是受害的一方 在得知成龙早已结婚后 她就推掉了与成龙的其他合作 两人的绯闻到此为止 因为相貌 钟淑红追求者自然也不少 甚至有一次还登上了报纸 当时有一个富豪 开了七位数的价格 想要和钟淑红做朋友 钟淑红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并骂对方是神经病 她说自己不会为了钱和别人做朋友 并且可以一眼看穿别人的企图 如果不是真心想与自己交朋友 而是另有所图的话 她就会做出刚傲的样子 击退那些人 即使身处五光十色 只醉金迷的娱乐圈 钟淑红却解身自好 没有利用自己的相貌 去攀附权贵 而是选择了努力工作赚钱 依她的想法 钱可以自己挣 没必要为了钱去赔那些人 钟淑红的话 并不是说说而已 她在娱乐圈11年就拍了60多部戏 很少参加应酬 喜欢和女性交朋友 对待那些豪门公子 娱乐圈大佬的不良企图 她也毫不思考地拒绝 她对于异性的情感 似乎并不是那么的渴望 只要遇到那个人 她才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1984年 钟淑红和朱家鼎 因拍摄广告相识 朱家鼎是远近文明的才子 获得了香港和国际的广告奖项 就超过200个 那一句钻石横久远 一颗涌流传就出自她的手笔 对于红固的美 在相遇的那一刹那就沦陷了 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她的美呢 朱家鼎找不出来 任何的一个动作都会击穿她的心 朱家鼎发誓要拿下她 为了让女神开心 朱家鼎可没少下功夫 拍戏见息 为了能够让钟淑红吃饭 心爱的食物 不惜跑几十公里 找到最好的那一家 做到如此地步 就是一个木头人也会流泪吧 在两人相恋 七年后朱家鼎 单膝下跪的那一刻 钟淑红得到了她梦想中的家庭 香槟 美酒 婚纱和爱人 钟淑红成了世界上最浪漫的美人 他们的爱情是一道 不可不看的靓丽风景 而这中间还有过一个小插曲 1989年张曼玉的接受采访时 无意中将钟淑红与朱家鼎 同居的秘密私事 说了出来 一时舆论四起 看到抱着头条的钟淑红 气愤不已 一则因为被好姐妹出卖 二则她为了保护住家庭 以秘密和对方相恋了多年 如今张曼玉的意识嘴快 不仅撕破了姐妹间的情谊 也将钟淑红悉心 隐藏了两年的感情 暴露在了美光灯之下 后来媒体去询问 钟淑红是否知道张曼玉的感情状况 她便轻描淡写地透露出 对方和耳聋声的感情升温 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看热闹不闲事大的媒体 为了热度各种添油加醋 丝毫不顾及自己的种种言论 可能会葬送两个女孩子友情 另一边拉不下脸的两人 也任由事情发展的越来越僵 再后来媒体再也没有拍到 二人同康的画面 有人说娱乐圈的婚姻 总是从中而过 失去的速度如当天的过期报纸 朱家鼎才不信那个鞋 结婚之前 卓鼠红告诉她 自己不想要孩子 没想到朱家鼎一口答应 并极力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 约定好了婚后不想要孩子 然而两个人就做了一对丁克夫妻 也是香港娱乐圈里的神仙眷侣 她也真的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岁月总是会让你看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她可以抵挡住时间 洪流的冲刷 中主红一直沉浸在 幸福的婚姻生活里 或许他们是太幸福了 连老天都嫉妒这段婚姻 2006年 在他们结婚15年后 朱家鼎被确诊出了 得了结肠癌 在患病这段期间 中主红陪她到处寻衣问药 因为压力太大 那时间 她那一头标志性的卷发 大把大把地掉 虽然她用尽了全力 想留住丈夫 但她还是在一年后 愿地离开了她 谁能想到 这句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的广告词 一语成简 失去丈夫中主红 几乎哭得虚托过去 可仁慈不能复生 仍带着对丈夫的思念 一天天地过下去 经常被人拍到满脸愁容 她在纪念册里写道 你给了我人生最精彩的二十年 让我认识到了人生的真善美 最宝贵的是 我曾经拥有你 直到永远 在中主红的人生中 前半生是事业顺风顺水 后半生繁华落尽 终究一个人孤独终老 丈夫去世后 中主红接受了天主教的心理 正式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为的是完成丈夫的遗愿 为了这份责任 她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一直保持单身 现在六十多岁 她仍然是独居 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嫁 她说她心里还爱着住家庭 她虽然走了 但她永远留在她的心里 因为两人当初是丁克 所以也没有留下一男伴女 此时中主红就像大海里的孤舟 迷失了方向 后来朋友实在看不下去 就每天轮流陪她 有时还会准备一些惊喜 让她感受到自己还是被爱的 偶尔和朋友聚聚餐 参加公益 带着对丈夫的思念活下去 直到如今 她都没有再寻得家偶 美好的爱情一生 只有一次就够了 剩下的时光余生慢慢回忆 因为朱家鼎给了她所有的繁华 乔克雷布说 爱情有一千个动人的新鲜 又有各不相同的音符 莎士比亚说 被摧毁的爱一旦重新修建好 就比原来的更宏美 更顽强 直至今日 身边的朋友 影谈的粉丝都说 你还年轻 你可以重新追逐自己的爱情 但每当这个时候 朱树红都会毫无焦距地看向远方 然后释然一笑 她笑着说 她给我的已经够我一生受用 所以我这一生 再也不想嫁人了 时光错鱼 生死相隔 就像是天上的飞鸟 与水中的鱼儿一样 终生再难相守 其实只要朱树红想 她一定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将她示弱珍宝的人 因为她值得 她是不愿意吧 因为不愿 所以才一个人在外界 无数的痊愈诱惑中 独善其身 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她笑着释怀 却 熬不过现实中的思念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